阿公有凸這塊 嗯 但爸爸只是稀疏 但沒有凸 從來都沒有辦法去測試說這個藥適不適合 沒有孕婦會願意讓自己去測試 大家好 我是毛傑生髮診所留意訪醫師 哈囉 我是蜜菲 那院長 我們今天要來討論的話題是 那我們今天就討論一下 懷孕的一些大哉問好了 跟執法 那也剛好 你現在也剛好九個月了 九個月了 真的時間過得好快 我只聽過有產後的落法 鋪頭不是通常都是男生在塗嗎 那女生為什麼也會塗頭 那可能有些女生 天生他就是額頭比較偏高 或是華人的女生這兩腳通常 捏腳的部分 我們通常會稍微比較後退一點點 那有些人會希望說 我們改變一下臉型 讓臉型看起來比較額旦 這我們叫那個 那另外一個層面你說的那個 說所謂的一個落法的部分 落法通常在女生來講 可能會比較大部分會比較偏向是 年紀大一點 那因為年紀大一點 我們當然很多層面要去考慮 其實像 女性雄性出也是有可能 那這是我們比較常見的 那其他的不管是說 有些人是因為 減重啊 或是壓力啊 造成那些落法 那都是所謂的 休止期落法 絕大部分都是 可以恢復 跟你之後 生完之後 也可能會面臨到 同樣的一個問題 我老的可能也會面臨一樣的問題吧 這可能回去你可以看一下家族 跟家族時會很大的關係 他們好像 阿公有凸這一塊 但爸爸只是稀疏 但沒有凸 可能年紀還沒到 所以如果有通常 比較常看到長輩男生 你會看到有這樣的情況的話 稍微要注意一下 那什麼時候要注意 大概平均大概 40-45歲的時候 因為你會發現 因為我們的髮線 尤其分髮線的地方 越來越明顯的話 其實可以找醫師討論一下 你是不是有雄性出的部分 那我們這輩子都要當好朋友 我要 產後落髮線來找你 然後年紀大了又來找你 那時候我可能要戴老花 你可以做到的 你可以做到的 那我想問院長 就是我們懷孕期間 是可以做直髮的嗎 懷孕期間其實基本上 大部分我們手術都不會建議 那應該是說 像蜜菲就很特別 那是因為剛好就 手術完之後 然後就很剛好懷孕了 對 那手術完懷孕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在懷孕的階段的話 其實不管我們做一些醫美 像說打打雷射 或是打打玻尿酸肉毒 絕大部分都還是不建議的 那但是通常我們會不建議 主要是因為我們在這過程 不管麻藥也好 或者說術後修復的部分 它會影響到胎兒 那大部分的人當然是低優先 還是會考慮到胎兒 那如果是真的已經確定懷孕 我還是會建議說 那我們順利的生產完之後 我們再來討論說 如果你想要修修髮際線 讓它比較好看 或有些人皺皺眉毛 但是懷孕期間 建議還是不要比較好 那不能做直髮手術 就是不建議做的話 是可以吃像什麼 生髮 生髮產品 吃生髮劑 生髮劑 就是藥丸之類的 是可以吃嗎 那我們現在比較常見的一些藥品 不管是說 像擦的生髮水 然後Cdu的話 這當然是 擦的也不行 因為它畢竟還是藥 那因為很多的藥 現在適不適用在孕婦身上 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從來都沒有辦法去測試 說這個藥適不適合 沒有孕婦會願意讓自己去測試 也願意啊 對啊 所以很多藥 其實根本沒有辦法做 有很多可能只是說 我們在實驗上 老鼠身上 看到說 有雞胎的部分 它可能就不建議 或是有影響 那所以很多的藥品 大很多 變成是一個問號 那會建議 在懷孕的週期的時候 盡可能還是盡量減少說 藥物的使用 有藥的成分 就盡量不要使用 盡量不要使用 那 但是我們回歸到一個現實面 實質面的 也有問題就是說 其實懷孕根本不需要用這些東西 為什麼 對 你有沒有發覺你這九個月 洗頭髮掉髮的狀況幾乎沒有很少 你有發現嗎 對 比起以前年輕的時候 因為這跟我們的賀爾蒙很大的關係 那因為賀爾蒙的關係 所以其實我們在懷孕的週期的時候 頭髮幾乎不太怎麼會掉 正常我們頭頂的頭髮大概是90%在生長 那我們在10%在東名 我們在正常我們現在的狀態 讓它就會交起 你現在的狀態 對 它就是會有長 會有掉 那 但是我們在懷孕之後 你會發現那個比例就變了 可能我們正在生長週期的頭髮大概有95% 可能只有5%在東名 在頭頂上的頭髮的 那個生命週期變長 然後它比較沒有那麼快掉 所以你會覺得 除了說 掉的頭髮比較少之後 你會開始覺得 哇 頭髮怎麼好像越來越多 那當然懷孕之後就會怕熱 我就覺得 啊 好煩啊 怎麼頭髮這麼多 頭髮是沒有很多啊 但是沒有很多 所以這會有點不太同 所以其實講結論是 懷孕的時候其實不太會掉頭髮 所以這時候 去額外做一些落髮的一些治療 其實意義不是真的很大 換句話說 懷孕期間髮量多只是假象而已 短暫的時間 就懷孕的時候 你頭髮會很好看 那會不會 產後落髮這些事情 其實就是差別太大了 一直回去之前的樣子 我們荷爾蒙會恢復正常 那有一些 該掉的頭髮就開始在掉落 所以產後我們大概平均 一個月左右你會覺得 欸 頭髮開始有在掉了 然後第二個月開始 越來越多 然後到三個月說 哇天啊怎麼掉了好多 然後看起來比較空 那此時我們就叫 我們的懷孕後的產後落髮 那產後落髮是我們俗稱的 所謂的休止期落髮 聽起來很恐怖 但是休止期落髮不用擔心 為什麼 因為休止期的落髮都會長回來 如果我們給他足夠的養分 跟休息的話 他都會長回來 那養分是除了就擦那些 生髮水或是藥品之外 那我們還可以吃些什麼東西 讓我們頭髮可以茂密一點的